加入饭店 雞有雞味 肉有魚味 牛有牛味 蝦有蝦味 你今天吃了 哪味 Hello 大家好r去阿呆 去阿肥 又來到新一期的爆食之旅 這期的廣島中的英王道 今次的爆舍之旅和以往有少少不同 特別之處就是加強 我們看看走一萬步可以吃到多少間旅程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和按旁邊的鈴鐺 我們一出新面的時候大家會第一時間知道 旅程開始 開始之前當然要先吃早餐 所以我們都選擇了英皇堂開頭之中 在一間餐廳先吃早餐 吃完早餐就正式開始一萬步 其實一萬步應該很快 不知道啊 我們走得很快就很快 大家可以猜一猜 究竟我們一萬步可以吃到多少間餐廳 都是跟飽食之餘一樣的 只要我們經過想吃的 我們就會衝進去吃的 已經進來了 這間cafe 都非常有感覺 叫一個早餐 叫了兩杯飲品 還有一份三文魚 多士 這個咖啡豆的選擇 我覺得都算不錯 我選擇的那款是80元 看看它衝出來的味道如何 嘩 都很少早餐喝手沖咖啡 80元一杯 這個就是牛油果 煙三文魚 我現在有蓋過的 那就是98元 唉 挺健康的 試試一下咖啡 我想先喝了我一杯飲品 好啊 你喝點什麼 那我一杯飲品 看起來的樣子就小了一點 這杯飲品 就是檸檬露莓的梳打 它也說可能會偏酸一點 但我也想試一下 一來到的時候 就說要攪拌一下 才喝 先試一下 嘩 嘩 真是偏酸 那不如我先試一下牛油果 因為其實我也是看到它有牛油果才吃 挺好的 牛油果 不過它不會太過生 煙三文魚 我看到只有三件 分量也不算太多 讓我試試 麵糕也有一份 原味 或者加了芝麻 在上面 我們選了加了芝麻 在上面 而這個麵糕也有韓國 韓國的麵糕 外面有一點脆 有一點煙軟 挺好吃 加上這個煙三文魚 有一個鹹香味 是十足但又不會過鹹 而有一點肥 挺好吃 配合麵糕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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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們已經吃了早餐 是時候開始走一萬步 當然走一萬步 當然要有一個S來輔助 我們就開始準備雞市 我們也是隨便找到S 不知道行不行 看看走一萬步之後 可以吃多少間 準備了 好 一百 一百 這就是鷹王島一號那邊的開頭 就算是走到尾 其實這個鷹王島也挺長的 是可以由天后 好像可以走到質如蔥 是 很遠 沒錯 所以我們來看看 究竟我們裡面吃了幾間 剛剛吃完早餐 其實那個早餐 開了的位置 仍然是非常肚餓的 我估計自己可以吃到五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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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那已經走了十七分鐘 本來還有一千二百一十步 是的 我們經過一間好像有一個特別的東西 對 羊肉粉好像很吸引 好 我們就吃羊肉了 好 好 我看到它吃了羊肉之外 有臭豆腐 羊肉鑑膜 全部都是我很喜歡吃的東西 是嗎 好像挺有趣 但我估計它應該有分店 因為它豁著北角 它原來有分店的東西 我才知道 是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都可以試一試 到來這間村 是吃羊肉的一個專門店 裡面其實都很多選擇 有羊肉粉 飯 那些都會有 我們就叫了幾樣東西 而這個環境 我覺得都比較窄了一點 那幾意外一點 我知道它是羊肉專門店 但我沒想過原來它真的有羊雜 各種各樣的都會有 但那些我就不太敢試 我們先試一些基本的東西 叫錯了 我初初是想叫羊腩粉 但口快叫了羊肉粉 是有分別的 但是來到也挺漂亮的 留意我可以選不辣 或者要辣也可以 我們這個就是選了小辣 原來小辣也很辣 如果我不能吃辣 我建議不要叫辣 真的很辣 雖然它辣 但辣得是香的 還有那種羊肉湯 它的羊味是很濃郁 還有少少鬆味 試一下羊肉片 它的羊肉片是幾薄的 不過我覺得羊肉片有少少粗 我們試一下這個慳羊肉餅 我先試一下 有35分 酥味也挺強勁 但羊香也不錯 最重要的 它的餅皮是像台灣的手抓餅 吃起來挺鬆化 挺好吃的 試一下這個烤羊肉串 這個羊肉串是12元一吋 最靈感的地方是什麼 它是一瘦一肥一肥 超級有 剛剛我吃的瘦肉 口感會比較強烈 加上吃了辣椒粉 雖然要少辣 但辣度挺高 但羊香是挺高的 我們試一下脂肪 脂肪烤焦了少少邊 所以肉口是脆 但咬下去脂肪溶化在口裡 吃完了 它是113元 價錢不算貴 不過地方有點偏窄 我們繼續走 剛剛走到123步 相隔1小時 我們繼續走 下一間下多少步 才可以吃東西呢 邊吃邊走 要多久才去到1萬步 應該4小時 我覺得可以很快 其實我們走幾個字 都已經差不多1000步 對 我們已經走到質如蔥了 太古方面前 我們已經走到6179步 歷史2小時19分 但為何還沒有食物 但我們只吃了兩間 對 我肚子餓了 你沒有小店吃嗎 好像全部都是大家樂雅的食物 對 比較大型的連鎖店 對 終於來到英王道1001號 有三間餐廳 其中一間是日本食物 我看到好像不錯 我們順便看看 究竟走了多少步 其實已經走了6791步 歷史2小時半 這個計算食物的時間 對 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上去看看 這間日本有什麼食物 好了 我們已經進了這間行員的餐廳 其實它也有咸茶到餐廳 雖然今天星期六 但我覺得它的價錢 五絲和餐廳 其實分別不算是非常大 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這個套餐 雖然是包裹飲品 但如果要特別的飲品 加起來會相對貴 好像我想喝汽水 其實要加15元 不過是貴 沒錯 阿娥你覺得這次走英王道 感覺如何 其實我自己覺得有點累 為什麼 現在走了六千幾步 我的數字就是6827步 這個圓豪 其實比我想像中 一些特色小小小的小店 或者一些食肆 是比較少 相對是一些茶餐廳 那些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可想走了很久 才可以吃到一家 我們這些食物已經來了 定食都非常精美 我這個是壽司定食 價錢是138元 它會有七款壽司 另外還有一個迷你烏冬 另外還有湯和沙律 還會有飲品 好像也蠻豐富 我這個是雜錦各切魚生 就是98元 另外還有沙律和湯 看起來蠻豐富 色澤非常鮮艷 試一下壽司 很少壽司品牌 會有貴格的帶子壽司 這個帶子壽司 不會太厚 我覺得它的飯 醋味都做得很適中 試買吞拿魚壽司 吞拿魚有一點聲 還有肉質是一般的 帶子壽司會好一點 試一下迷你烏冬 烏冬裡面 都會有一個負氣 不是純粹是烏冬 烏冬的面質會幼細一點 會煙煙韌韌韌 不過我喜歡一些軟爽 嘗試一下 切割魚生帆 我看到蠻豐富 有吞拿魚 三文魚 魚子 栗子蛋 這些魚生 當然不要想著它很新鮮 很肥味 很漂亮 但我覺得不腥 而且吃到鮮甜的味道 我覺得已經可以了 加上這個壽司飯 醋味不算很強烈 我覺得可以的 而且不會太硬 我們吃完了 我吃了多少錢 大概260元 我們就從生開始過了 現在已經有7000步了 我們繼續去英王道 我們就走了 終於來到第四間了 這一間其實是一個朋友介紹給我們的 這裡有一間咖啡店 就位於東達中心 11樓 1101室 這間是一個很小的咖啡店 這裡最主要是一個台灣狐狸的肚子 我們看看到目前為止 走到多少步了 就是走了7484步 總共已經走了4個小時 零14分鐘 練完吃東西 還有2600步 就完成今天的目標了 好了 我們就 那些食物終於來了 說到價錢 這個護荔紫薯套司 就是60元 另外 另外一間套餐是一個茶 有22元 另外一杯凍咖啡是45元 那 我們試一試 紫薯套司的味道 好像挺好吃 哇 紫薯味非常之香 非常之濃 而且紫薯的質感很滑 我覺得很好吃 我反而會欣賞它的套司 質感 因為烘過來 外面脆脆的 外面又有軟心 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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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是 玫瑰荔枝冷泡茶 裡面會有一個茶包 在裡面 喝下去玫瑰味挺重 不過是比較酸 我們吃完了 剛剛的食物都不錯 我們就看看現在多少步 有7564步 已經走了5個小時 是連成 沒錯 嘩 繼續走 好啊 我們今天10點半開始早餐 現在已經好一個小時了 是啊 現在已經差不多5點鐘了 我們繼續努力 我們要完成這一萬步 怎樣都要 好 我相信其實也挺容易的 我們只差一點點 看看還可以吃了多少間餐 我們已經走到英王道的尾了 就是4條1 1111 再走下去就已經不是英王道的範圍了 所以其實我們走到整個英王道的了 我們看看 到目前為止 是走了多少步 看看先 就是8981步 走了5個半小時 連吃東西 我看會經過泰國城中心 我們就會去泰國城中心 走到111步去 順便吃完晚餐了 嗯 我們走吧 我們走吧 走到商場了 終於到一萬步了 好 阿華你幫我按暫停吧 好了 這個重要時刻等我來啦 結束 我不要結束 結束了 對 總共用巴的時間 就是5個小時來53分鐘 將近6小時 我們呢 最終就走到這裡 就是泰國城裡面的一個food court 我們就來吃這兩晚餐了 嗯 我們小小小小小 看看這道food court有什麼吃 那現在來到food court了 由於呢 阿華呢 就吃得非常之飽啦 那我們這頓餐就有兩個人一份餐啦 我們這頓餐就有兩個人一份餐啦 奔沙腩麵啦 另外再加了10元就要一個炸魚皮 這頓餐是要飲品的 那這頓餐是要飲品的 價錢呢 我記得就是89元 這個牛肉呢 很重啊 但是呢 奔沙腩的肥度呢 是挺軟的 不過呢 它的肉身呢 它的瘦部分呢 比較乾身了少少 不夠嫩 我試試麵啦 嗯 這個麵呢 就普通啦 不是說特別淡 也不是特別的爽口 一般 那試試一下炸魚皮 這個炸魚皮我看到也挺完整的 不止脆脆脆 嗯 挺脆的 我覺得這個奔沙腩的餐呢 是挺好吃的 不過呢 價錢又貴了少少 那為了整個爆食之外 還有一個總結啦 那我呢 總統呢 花了差不多六小時 就走整條的英王路 真的有頭走到尾 連一餐總統吃了五餐 最深刻的是那個 台式紫薯固泥吐司 我覺得是最好吃的 嗯 我也覺得是 還有呢我覺得 早上那個早餐也挺好吃的 嗯 那我們最後 重溫一下 今集邪惠美食的片段 好 回來了 留意一點食物質素都可升可跌 甚至可能突然毫無質素可現 最重要的大家是根據自己整首風雨的能力去決定吃不吃 最後,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記得讚好分享 最重要的第二晚,你是不是按隔壁的小鈴鐺 如果大家還想知道我們的最新動態吧 記得留意我們的IG、Facebook 另外可以將你們覺得的邪惡美食放回我們開的邪惡美食關注了路 所有的影片放在下面簡介 另外,同時的二五晚上十點出片 下一期再見 下一期大家可以提議 大家可以去哪一條街,再實行我們的邪惡美食之外 當然要在下面留言 拜拜